好 成功进入到天生我有才 这个环节 你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技能展示呢 一段朗诵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听起来就很亲切 那就是妈妈 大概这人间是没有天使的 所以才会有妈妈般的美丽而存在 我从未让您骄傲过 但是您却依然视我如宝 估计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只有您 能包容 我的任性 和小脾气 我会淘气 我会惹您生气 我更会无缘无故地 对您发脾气 但是妈妈 这并不代表 我不爱您 相反 我会爱您 更久一点 因为 您从二十多岁 才开始爱我 而我 从一出生 就已经很爱您了 这一生 您爱我 也只能五十多年 而我 却能爱您 一辈子 这是你自己写的还是 不是自己写的 敏辉 我一般不会问 像 曾经坐在那个位子上的企业家 常问的一个问题 你给我 给我们带来这个技能展示 和求职的关系是什么 但我今天 我真的想问一句 你刚才的这个朗诵 跟求职的关系是什么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想对妈妈表达什么吗 我对她发过 发过脾气 我在这里向她 说声对不起 发过什么样的脾气 就是我平时脾气很好 为人出事很好 但是 我对妈妈却忍不住 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冲她发火 你就是那种典型的 把最好的脾气 给了外人 把最差的一面 留给了家人 作为一个母亲 我在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不能认可这个逻辑 因为你朗诵的时候说 虽然我会跟你 发一些小脾气 但是这不能证明 我不爱你 但是从母亲的角度 我想特别认真地告诉你 孝敬 我 对 就是不能那么对母亲 我们也给她一个机会 来 我觉得对不起是对的 面对摄像机 跟妈妈说一句 你一直想跟她说的那三个字 妈妈 我真的很爱你 无论我做过什么措施 但是我知道是自己 是自己错了 我会用心改 改得好坏 我都会努力改 我一直是想通过做 来证明我自己 但是我真的不善言语 对不起 行啊 能把这份情感说出来 你也和曾经的你 做了一个切割 希望今天不管这个求职面试如何 走下舞台回到家里 真的能跟妈妈 重新好好经营这个母子的关系